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南瓜的口感香甜软糯的,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 但是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,普通的南瓜有着很多的营养价值的。 今天用南瓜给大家分享一道羊生的吃法。 这种吃法,不仅可以养胃,保护肝肾,还能够润肠又通便,减肥降脂,还能够妨碍抗癌。 下面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 我们先准备一块南瓜。 我们选南瓜的时候,先要选择黄鲜的南瓜。 这样南瓜熟透了,营养更加的丰富,口感也比较好的。 南瓜中富含比较丰富的微量元素菇、果胶。 菇是胰岛素细胞合成的胰岛素所必要的微量元素。 南瓜中的菇含量比较丰富的。 所以经常吃南瓜,有助于调节胰岛素的水平, 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,降低血糖。 果胶具有特别好的吸附性,有助于清除体内的细菌、毒素和其他的有害物质的。 而且能够缓解肠道对糖的脂质吸收,能够达到一定的减肥效果的。 南瓜有消除致癌物质、压瘦酸突变的作用,并且具有妨碍的效果的。 还能够帮助肝脏功能恢复,增强肝脏细胞的栽生能力。 多吃南瓜,可以预防高血压以及肝脏、肾脏功能的一些病变。 南瓜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微量元素心,参与人体的核酸蛋白的合成,是肾上腺脾基素的固有成分,也是人体生长发育所必须的重要物质。 特别是南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果胶。 果胶具有很好的吸附性,能够结合并清除体内的细菌、毒素以及有害的物质。 重金属签、狗,具有很好的解锁作用的。 冻搬一根山药,用刮皮刀刮去外皮。 山药是一种药食通源的食材,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,药用价值的。 山药可以健脾养胃,养心安神,以及护肾养颜的功效。 山药,经常吃山药,最近的好处带的是很多的。 对山药过敏的朋友们,单用手套的操作,不然的话,其样无比比较养大。 山药比较适合老人小朋友们使用的。 山药中的黏液蛋白,能够帮助降低胆固醇。 预防心脏血管的脂质沉积,有利于防止动脉硬化。 山药中含有淀粉酶,以及多酚氧化酶,这些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的功能。 山药最强的功效能够滋补甘身的,是一味平补脾胃的药食通源的食材。 无论是平阳虚,肺阴虚,都可以食用的。 平常上用于治疗,脾胃虚弱。 山药中含有多种营养素,具有强健机体,刺肾易经的作用。 肾亏易经,妇女白带比较多,我们都可以多吃山药,可以和好的缓解的。 山药还可以抑肺止咳。 山药中含有的躁肝黏液质,具有润滑滋润的作用。 抑肺气,抑肺阴,常用于治疗肺虚酒壳症的。 山药的应用量也是比较高的。 山药中的黏液蛋白还可以降低血糖,可用于治疗糖尿病,血糖尿病人的血疗加品。 山药中的有效成分,对免疫力功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大。 经常吃山药,可以增强免疫功能。 准备一把小米淘洗干净。 吃小米由于身体的健康大,小米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补脾胃。 小米胃肝,入脾,具有特别好的补脾养胃的作用的。 平时,瘦凉啦,拉肚子,呕吐,消化不良的,都可以多喝一些小米粥,能够还好的调理。 小米还可以补肾的,五谷都具有养精气,养生气的作用。 特别是小米,是五谷当中的补肾最强的一种食物。 小米的腺质偏寒,五味上略带一点咸味的。 咸味入肾,所以小米具有益肾气,补元气的功效。 也是因为,理事针称为小米为补肾之骨。 小米还能够养心又安神的。 喝小米粥,可以增强小肠的功能。 小米被作为占尽安神的保健食品来食用的。 咱准备一把百合。 百合可以粘心安神,对于神经衰弱,健身不好的朋友们, 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的。 如果平时记力不好,容易失眠,多梦,头目眩,眼睛发黑, 都可以通过吃百合来调理的。 百合具有比较好的清晰出饭的作用。 并且营养价值比较高大,口感也很不错。 对于心神不宁,心跳过快,都可以吃一些百合。 能够起到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的。 接下来,把准备买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里面。 这里需要注意,一定要水开下入锅里面的。 因为这样小米粥能够粒粒开花, 煮上小米粥更好喝的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 这做视频不容易, 请您发家的销售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受显示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焖煮好之后,再把枸杞放入锅里面。 再煮好两分钟就可以了。 枸杞不要提前加入, 加入时间比较早的话,营养会流血的。 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了。 这道自补汤,既营养又美味。 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不敢喝粥的, 因为发生到升到比较快。 其实,小米含糖量比较低大, 加上南瓜, 又是这样糖的食品。 含酵病人可以经常的喝一喝的。 百合小米都有很好的安省作用, 如果经常失眠多梦的, 夜里睡不着觉, 可以经常的喝一喝, 可以帮助您提高睡眠的质量。 山药还可以健脾养胃, 加入的食材都比较有营养的。 做法比较简单,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 好了,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,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电影的频道。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而已分享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